大家大壮和合共同来修持 所以说我们彼此都有这个责任 怎么样呢 出一份力 让大家在共修的力量当中成就自己 彼此成就了 所以它跟自修是不一样的 自修就自己用功 那我们一般反复很容易懈怠 可是与大众共修 我们就有一定的行动内容在用功 那么这样子的话 可以帮助彼此按照一定的课程 来完成我们该有的修持 佛妻呢 你少打一次 你也不会感觉少一块肉 多打一次 但是好像你也没有觉得说 增加了什么样子的能力 似乎是这样 所以说呢 好像你不感觉什么 所以就好像说 你一天一天的老 或者是小孩子一天一天长大 你也不会今天看了跟昨天有明显的不一样 但其实它一直在变化 同样道理 佛妻呢 看起来少打一次多打一次 好像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呢 长时间你打下来 你的性格 你的用功的心态 就会呢 渐渐的上路 那么呢 这就是想说 戒律两个字叫警侧 那么呢 那个侧 还有个侧立的意思 就像一条蛇啊 它动来动去的 拽来拽去的 你没办法控制它的样貌 可是呢 如果你让它在主管子里头动的话 那么在主管内 它能动的空间就有限了 虽然它还是会动 但是呢 它有一定的这个范围 我们呢 不是说一个佛妻 就会打得多好 我们心还是会动 但是呢 因为佛妻就像那个管 主管子一样 我们的心像那个不安定的蛇一样 但是在这个佛妻的主管子内 它就算动 它也动得有限 这就是佛妻的价值 修行呢 是不是这种立竿见影 它是累积点滴的 这样子累积出来的 当然呢 有那种大德啊 可能过去式修行就已经很到了一个程度了 那么今天你看看它用功 马上就得到那个什么样的效果 那么这个当然可遇不可求 我们也不敢意识着 我们自己是这样 可是呢 长期的大众用功 熏悉 这就是等待着什么 等待大的转变的来临呢 平常你没有一些这样子的准备 你的一生修行 不会有一个大的 一个成就的来临 何况呢 修行呢 不在今生成就 也可能在下一次 哪一次 每一次 我们面对新的生命课题 有共有不共 不共的就是 你遇到不同的人 那你会有不同的课题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 乃至于不同投胎的国度 你面对不同的生活样式 但是那些都是你的业力所遭感 你要去解决 你要去面对 你要去成长 无论生或俗 生命的每一期生命 它都是在学习 常常你最害怕的 它会出现 你最弱的 它会最常来 你不敢面对的 它最需要你面对 这个就是 生命修行的意义 在这里 但是这是不共的样式 但是有个共的 共的样式 共的样式是什么呢 就是 你佛法的修行 诵经 自古以来都一样 你诵经 他诵经 样式也一样 念佛也一样 那这些呢 就是共 你每一次 你投胎到哪里去 你只要还没修行成就 还没有利益众生圆满 那你就继续要念佛 你就需要诵经 你就需要继续的发菩提心 成长你自己 这是共的 每一次内容都是一样的 过去是你怎么样厉害 或者怎么样懈怠 你就是诵经 有诵经 没诵经 你今生还是做的一样的事情 这是共 生命大概有这两大类 交织而成 那么我们现在来 打佛其实就是一种共 就是正要跟过去接轨 也会跟未来 也会种下未来的因缘 那么 乃至于还有佛法在的时候 诵经啊 念佛的法门 他永远 理论上他都还是在的 那么这个就是共的部分 你累次可以叠加起来 一直叠加 一直 供不堂倦 不会说做了消失掉 所以说呢 如果你把眼光放尽 那么我们就希望说 我们今生 在几次的佛期当中 得到什么样 得到往生的决定利益 这是最好的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这样祈求 但如果不成就 那我们也不会 我们也不会白费 功不堂倦 因为那是共的修行 每一年再叠加 那么这样讲起来 你就容易懂 但是即便是不共的呢 不共就不共同的 你每一次 做的内容会不太一样 这样子呢 那又怎样呢 这个也是叠加 怎么说呢 你上一世 你把某一种功课 学会 做人主事 你成熟了 这一世呢 以前是为自己 现在就要学着为别人 那以前会 学会为自己的 那个功德 或那个学习的功课 你已经圆满了 那今生呢 今生你投胎 再来做人 你基本上 你为自己的修行 或者为自己的 什么样子的能力 看起来你就比别人 成熟 就这样 那为他人的呢 你还不熟 那所以今生你可能 某些因缘 你就要特别去面对 为他人 那这些呢 是怎么样 也是叠加的 过去是你努力过的 也不会白费 功不堂倦 不过呢 他不相续 就容易忘记 忘记的很多东西是 还没有成为你的性格 还没有根本上转变 那就好像什么呢 好像钻木取火一样 还没有真正的火出来 把那个木头烧掉之前 你今天钻木钻木了 明天休息 他那个烟 他那个热度又消失了 这样讲起来的话 他确实是会怎样 他确实是会重复做 而不能成就 也会有 这个问题 那么这样子呢 就是所谓的 他有没有叠加 有没有累积起来 有 可是呢 累积的有限 损失的很多 进两步退两步 进三步退两步 这样 也就这种情况 但是呢 你每一次都一直在那钻同一个洞 钻的钻的钻的 你第二次在钻这个洞的时候 他容易起冒烟 因为怎么样 他跟你那个钻木的那个钻子 相应 也就是说 他还是功不堂圈的 但是呢 这个功不堂圈当中会打折扣 会这样 这就有点像地藏经讲的说 我修行功德 我回向他人 这个什么呢 他人得一我得六 意思是这样 就是说 他不是一比一的 这样子保留下来 他会有所损失 是因为我们忘失 忘失就近乎等于没有 他不是没有 他做过就是有那个业力 但业力的种子不明显 他被你烦恼的种子呢 掩盖得多 所以说你那微弱的悼念 过去的种子呢 没有显发出来 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说 佛七为什么意义重要 因为佛七就是一只仙 仙掉你那个现在的这个习气 比如说呢 你来那边打佛七 打佛七理论上 你要几点起床啊 几点睡觉啊 你一天要念多少佛啊 要跟大众怎么用功啊 这个都是你被 你被圈定了 你自己发愿你要来 你已经决定了 在这个状态底下 他一直做 一直做 七天当中做哪 所以两个七三个七 有的因缘可以做到这样 那这样他就说怎么样 他就专注的在洗 你那块心中的抹布 你一直在那边洗 那这种洗呢 专注的洗啊 他染污的情形就少了 清净的情形就多了 这种情况 就有可能怎么样 你如果那个染污少 或者你这次的用功多 洗掉了多 那就有机会怎么样 有机会一直减少那个污垢 那显现出内心的什么呢 内心过去的善种子 就一直显发 就显发 所以呢 专注的修行呢 就是在抵挡着我们的忘失 我们忘记 所以七天七天 这种修行呢 事实上是 有他这样子的修行意义 不然我们一次一次的修行 总是进进退退 进进退退 所以他必须要专注一下 专注一下 那对诸位来讲的话是最好的 因为你不用去负责这个 道场的什么运作啊 佛机当中 该有的运作啊 怎么样 水电如何 饮食如何 大宗共修如何 你不必啊 你来参加你就专注 无论是出家 无论是在家 你就专注 专注在你的份额 你的用功上就好 那么这样子呢 就可以一路的什么 专注下去 所以这是最好的提供大家 这种机会 那么你懂的这样子 这样子讲起来就是说 你一个佛机是牵涉到你今生 也牵涉到你过去 那么也牵涉到你的修行的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强而有力的翻转的机会 这样你懂吗 那这样子对你的机会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要帮助别人有这个机会 这就是佛妻的意义 当你也帮 都有这个价值 那有这个价值 你来打佛妻 你就帮助了你自己 别人也帮助了你 反之 你也帮助了别人 那这样的话呢 就容易成就 我刚刚讲的这样子 它既是重复的叠加起来的这个功德 对于呢你没有成功会忘失呢 你这次在专注用心的时候 会恢复记忆 会抖落掉你过去的这些习气 所以说专注的修行就变得很重要 原因是这样 那既然是重要了 那就要怎么样 那就要互相帮忙 那就要互相帮忙 因此每一个人都要有这种责任 你不是 你不是来 来给面子的 或者是说因为谁 所以你来打佛妻 你是自己来 无论是你本来的原因是怎样 最后现在你听清楚了 这个佛妻是为你自己打的 当然也一份力量为贡献给大家 这就是自立利他 为自己打 但是呢 正在为自己的同时呢 你也贡献一份力量 在这个 在这个佛妻的会场当中 别人也因为你这个贡献的力量 他也因此能够继续静静 那就相互的 你拉拔我 我拉拔你 这样佛妻的意义就出现 他的意义就在这里 那么既然有这个意义 既然意义是这样子的 既然意义是这样的 那好 那么那么请问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圆满 这样子的一个自立利他的意义呢 对 那么就是 首先就是要有那个规矩 那最重要的规矩是什么 就是静 因为静于你才跟你的过去 或是散乱的那些很多事情 要在切断 你常住的师傅有工作 他没办法这样 跟像你说的 像我说的这样静于 可是你可以啊 你是来打佛妻的啊 顶多就是轮着去做秦堂 或者是在大辽里帮忙 少分的人这样 那这样子你是在兼修福报 那我们说过秦堂可以一只轮的 我们希望一只轮的 不要说都同样的人在做 那除非是这个少分的人 不然你没有轮到什么嘛 要不就顶多就是 少少厕所或者是 清理一下环境 这个你不用跟人家讲话 真的遇到需要跟人家讲话 讲两句就好 所以佛妻既然有这个目的 那么也需要大家自立利他 贡献一份力量 所以我们都有对自己 对别人的一份责任 乃至于你在疗房当中 你要是讲话 人家提醒你 你也不能生气 因为你没有负责任 你没有守规矩 本来就应 他不叫监督 应该说别人愿意守规矩 别人提醒你 也应该 这不叫公平 就是大家都一致的守规矩 那个道风才会起来 修道的味道才会起来 所以你自己守规矩 就是责任 不只是说殿堂当中用功 殿堂当中用功 其中只一份而已 你离开殿堂还在佛妻中 我说过了 还在佛妻当中 那你要继续用功 只是用功的方式 不是在殿堂内而已 那应该怎样呢 所以我说过 一天要念一万声的佛号 是在殿堂外 你要做记录 目标至少一万 那你也可以拜佛 一天至你拜五百拜 或者是你念佛念一万声 你也可以自己这个目标 这是最起码的目标 你吃完饭了 工作了 工作完了 你不要这么快去休息 你念个多少 记录下来 那么记录下来 等到结束的时候 你交到事务处 你登记一下 每天念的量有多少 你自己写就可以了 那我们呢 会在这个 这个 佛妻过后 我们找时间 为你回向 为你回向 那这样子是怎么样的 就是给自己一个什么 给自己一个目标 也不放异 那么第一敬语 第二除了殿堂之外 自己继续念佛 这是第二个规矩 那么第三个规矩就怎样呢 我们不迟到不早退 那么我们不缺席 不然你看看呢 一下子这里有人坐 一下那里没人坐 一下有人就没人 当然你是来这边兼工作的 那就像我们的泡茶的居室啊什么 那当然就例外 或者你生病 这些是例外 不然你每一支箱都要到 才好 那师傅可能有什么事情呢 他要去工作 这个师傅有来 没有师傅没有来 但是呢 负责越法器的 他一定越重的师傅 他一定会到 那么你 你是来参加佛妻 你不能缺席 不缺席 这第三个 是这样 那么再来呢 第四呢 就是什么 拜佛 绕佛 静坐念佛 这些呢 规矩 动作 你要熟练 你要跟人家一样 就我们刚刚讲的拜佛 拜佛 人家慢慢拜下去 那你就不要突然间快 你那个动作就跟人家不一样 一定让人家起心动念 那你跟人家不一样 你也会起心动念 到底是怎样 你是没有眼睛 还是没有心灵 怎么 那还是你要自己 你要自己独断独行 不然你 你不觉得害臊吗 人家动作没做那样 你做成那样 你看为什么我们要过堂吃饭 过堂吃饭就是大家一样 我们要做圆桌 那个菜我想多吃 那个菜我不吃 那等一下呢 剩下一点点 吃慢的人就要全吃了 这是不公平 而是起心动念一大堆 因为是做圆桌嘛 筷子你要往哪里落 你要哪一个 哪一个你要多吃 你就跟他起分别 现在我就让你过堂 大部分大家一样 当然还是少分的不同 就是要让 过堂就是要让你怎么样 让你的心平 不分别 这样 那这也是规矩 所以说呢 守规矩 动作跟人家一样 你才不会特殊 特殊就会扰动人心 你不要说扰动 大众居士 你连师父都觉得 这带起来会很怪 是这样 那么这几个动作 第一个 有几个内容 第一个就是拜佛 拜佛大家动作还一致 一起下一起上 该动作该瞻仰佛就要瞻仰佛 该拜下去就拜下去 慢慢起来就慢慢起来 有那么特别拜 快速的下去快速的起来 这样不好 当然有少分的人例外 这个例外是什么例外 就是你身体有病 你腰怎么样受伤 脚受伤 你可能没办法 那这个就不勉强 但我们看得出来的 你是有病 没有病 呼喊呼吸 然后也没怎样 然后你就是要动作 跟人家不一样 这是很不当 不可能说大众当中的动作 你洒乎乎都没看到 那这是什么态度 就是我 我行我素 没有说方上和尚说 主祭和尚说的一定对 但主祭和尚说出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你来这里用功 你应该知道主祭和尚是谁 那他今天立这个标准 你就照他的 没有说这个标准到别的地方 一定要照用 但是他给你一个标准 你七天当中把他用对了 你该得利益 你就得利益 至少你不扰重 这种观念要有 我行我素很不价当 也不符合你来这里 共修的态度 你来共修 你来共修 你又要展现你自己 我行我素的样子 这不等于扰重了吗 那你就不应该来这里共修 这种态度要对 无论出家在家都这样 我们去哪里人家让你参许 先照别人的 将来将来你自己做道场 你要按照你自己的事 要这样子 好那么这就是所谓的 所以动作跟人家一致 这动作就多了 我刚刚讲禁语这也是一种动作 暂时我们讲过就不谈了 我们讲说拜佛动作要对 稍微有点不一样 这还没关系 但是大的动作上上下下 这个你跟人家不一样 人家拜下去你起来 人家还在下面你站起来 人家还没拜下去你就拜下去了 这样子就不对嘛 那么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出声音念佛 你不要不出声音 大家都在念 就好像滑龙船一样 每个人在那边滑滑滑 你在那边把脚放着 坐得很舒服 像云霄飞车一样 很快 你在干什么 人家都在念佛 那你不出声 那你来干什么 你念亚生 亚佛 亚高乎 念亚高乎 念亚巴佛 哪有人这样 大家都在出声音就是什么呢 六根督色以耳根清净为方便 灌入耳朵 然后听入心里 你说不能很大声没关系 你要出声 我嘴巴要动 不开筋口 这就是你这个人就是什么 贪小便宜不负责任 你看大家都在念 你不出声 不负责任 贪小便宜 你要从别人那里得来 你看看你心态上面就自私 就不恰当 不下等 当然那你说 昨天今天身体真的很不好 累 那么好 念小声一点 少分念一些 可以 不然呢 应该是要多贡献自己 再对 这叫出声念 其次呢 要念对音 有的人呢 是猛力的出声念 但是呢 他没听别人的 没听大众的 他一人一把号 各吹各的吊 他都吹他自己的吊 那个比没念还严重了 那我宁可他不要念 为什么呢 速度念错 音准念错 有的人音准就不对 C调低调 然后那个调性 大家在念那个调 他就念出一个怪音 当然有时候是这样 大众的声音稍高 你的声音稍低 但是你的声音不是很大声 不大声 别人没听到 OK 这可以 基本上 我们这里的乐众师父 起音 发音 大部分都中中的 男众跟得上 女众也跟得上 稍微高一点点 或低一点点 不至于说你跟不上 因为念佛 这个念 唱功发展出来的 这个佛号声 是他老人家创的佛号 这个佛号呢 有高很高些 稍高一些 低有稍低一些 他的那个range比较大 没有错 有些人可能在最低音的时候 他可能不好念 怎样 但没关系嘛 那是少分而已 那真的你勉强不来 那就OK 但是调子不能跟人家不一样 再来 速度不能跟人家不一样 这样多吗 那你怎么保证这件事情 你耳朵听到 保证听到别人在念 别人在念的那个高低音 跟速度 特别是速度 你首先要抓对速度 接着才是高低音抓对 高低音是在你跟不上来 人家高音你 人家低音你要高音 这糟糕了 这样听起来就一个人的声音很突兀 这也很不对 非常不恰当 偶尔有佛妻会出现这种人 我们最紧张 这种人 我们一定会跟他讲说 哎 没你就毁器不要念 你实在弄错了 你实在没办法 你不要念 但这种人奇怪 他特爱念 偏偏这种人特爱念 你跟他叫我不要念 他还跟你白眼 不太用 这不懂得 跟大众修行 你真的是要很小心 凝动千江水 悟动盗人心 是这样 那至于这个当中 起因 有时候维挪起因变调 都会动人心的 你一定要改变一下 这就是大忌 你要说这是大忌 一个庆垂的敲错也是大忌 这都是古人都很 都很看重这件事情 以前我们亲近长老 要是稍稍一个影镜弄错 他眼睛就瞪了 甚至于就在大众当中 绝对不给你好看 他过去就把你的 庆垂抢过来 骂你一阵子 他自己作为奴 我都看过这种长老 这长老没修养 不是 他必须要这样做 因为什么 因为那会干扰大众 所以说音准念法要一样 接着呢 再来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动作是什么 绕佛 绕佛我一再地说 南阿陀佛要在右脚 为什么呢 你自己看好了 那么多人哦 你那个左右脚不对的话 就好像那条船 船在海浪上面滑一下 他会要左边晃一下 右边晃一下 左边晃一下 很前进 突然间有这么一个 右边晃 人家晃左边 你晃右边 人家晃右边 你晃左边 你就从后面一看 我在后面一看 马上就看出来 你那颗头冒出来 你不要说什么 你就动别人的心 你就动后面的人的心 这样知道吗 是这样 所以说一定要 南阿陀一定要弄对 不会的话去旁边 学着走一下 有人就走乱了 你知道吗 你这不要惊 不会走 那没关系 你跟对前面 或者是 我们有纠察事物 比如说你当纠察事物 帮忙看一下 是这样的 南阿陀佛在右脚 要这样做 不是说像他散步一样 要多快就多快 怎么样 那不对的 那不恰当 这不叫共修 共修就是要这样子的 主云和尚当年也是这样 灿公也是这样 灿云和尚也是这样 当然我承认了 有些道场 他真的就不理这些了 但没问题 那是人家的做法 我们这里的规矩是这样 所以要把它走对 这没有多难 没有多难 要把它走对 实在走不来 我跟你讲 你真的要业障做 赶快去四处点灯 懂吗 那是业障当 是这样 我们有个居士 这次没办法来 人在香港 然后呢 摔断了脚 摔断了什么 哎哟 我这业障重 然后他还跟我说 他还跟我炫耀说 师傅我有点灯 我有点一盏 我说你业障这么重 点一盏哪够 起码点七盏 在药师佛面前 点七盏 你们整个脚都要点 一个人点七盏 不是你点七盏而已 他做得到 那种人他做得到的 我就跟他这样讲 你要做不到的话 没关系 你就记方丈和尚的杖 也没关系 主记和尚的杖没关系 你赶快去佛前点一支 点一盏灯 你去中等了 南阿陀佛走在右脚你走不来 有这么严重 你就赶快去 还有是怎么样 还有是走了走了走了 外地 外地听得懂吗 扭到脚了 然后佛都可以扭到脚 你业障还不是一般重 那这种情况 也一样去点灯 去点灯 然后我们这有居士 你跟他预约一下 他帮你什么原始点 热敷 怎么样帮你弄一下 像这一类的 有可能会发生 我们这有楼梯啊 上上下下小心啊 门迦处处 躺到ホテル 走走走 到厂 好好的一个佛妻 你变成扭妻 一扭一扭 一拽一拽的要走 不打佛妻没事 打到佛妻就一大堆事 有没有这种人 有啊 还是有 我以前 我登坛受戒 我在台北灵济禅寺 就是圆山 捷运圆山站下面 圆山站下来 那个就是灵济禅寺 我在那里 我那个戒凶 有一位戒凶 他不算戒凶 因为后来他没有登坛成功 他登比丘坛 一个人好好好 整整好都没错 在那里站着好好的 今天要登坛 倒下去 没事倒下去 不是什么肺炎 什么都不是 他倒下去 送急救 送急救医生检查 怎么检查都检查不错 什么抽血验尿验大便 都没事 人家登坛 三天登坛完了 我们的七百多人 一个坛 不是一个戒场七百多人 我母亲也在那个戒场 三天登完坛了 他好了回来 什么病也没有 结果呢 他就没有做成比丘 业障重 有时候也会在修行当中起业障 没关系 起业障就是什么 你在修行当中起业障 一定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 一定是过去的生死业 让你消除 所以佛妻当中起业障 更要怎么样 更要精进用功 更要精进用功 更要惭愧忏悔自己 干嘛 去点灯 懂吗 还是去点灯 点灯怎么样 点灯让自己过去的无名造业 现在灯给予光明 给大众欢喜 大家在送念经嘛 那你点个灯在那加持 那么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行径 行径间的动作 也要做对 接下来就是归位 归位要归对 然后归好 位置我们都有定位下来 有定位下来按照你的位置 按照你的位置 那特别是全程参加的 你的位置固定在哪 我们人家看上面有标号的 那就是一定有人有做 你就不要去做到哪里去 当然有那种随喜的啦 没关系随喜的 有随喜的处理法 你离开就离开 但是在你在的时候固定那个位置 用灾也是一样 好啦归位下来 静坐念佛 静坐念佛也一样要出声音 那么呢要这个静坐当中呢 不要动来动去 你干到旁边 好了止静的时候就不要动 不是这个时候我去尿尿啊什么 不可以 一般来讲我们拜佛的时候去上个厕所 或者外面喝茶 可以的 可以的 当然呢你说实在忍不住了 顶多就是绕佛的时候你出去 因为绕佛出去的话 会让那个行径啊 一下子近一下子远的 是这样 因为我们 刚刚忘了讲 绕佛的距离大概就是一个手 你的一个手背长 就是你手背伸出来 大概就要快要摸到对方 这样的距离 太远太近都不好 太近有压迫 它万一停了就撞在一起 太远了 那你浪费那个空间呢 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已经都戴口罩了嘛 那么基本上就是大概那个距离 那么你在那个距离呢 理论上大家保持这个距离 就不要再动 那我知道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是在绕佛的时候 有人出去外面上厕所 什么 燦云和尚他是 他的佛妻是在绕佛的时候 出去上厕所 可是那是有原因的 他那个绕佛是慢绕佛 所以那个人数 基本上他的佛妻人数 不会这么多 大概就我们的一半 或三分之一 为什么 他是男众男众女众女众 他女众相对多啦 有时候也很多啦 但他基本上慢 他是慢的绕佛 所以那种进出相对的感觉 没那么明显 他多慢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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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你刚刚坐下来就睡着的那个人 你等一下绕佛又绕了睡着 人家转弯他去撞墙壁 是这样 这种念佛是非常好的修行 可是呢 对于初学或者是还散乱心的社会大众来说 一下子他会太慢 他会容易打妄想或怎样 其实这是很好的究竟 像我们很喜欢这样 可是因为慢 因为慢有时候容易让你打妄想 那么所以这都是法门无高下的 虽然我自己很喜欢这样 可是大众当中你过慢 人又那么多 我告诉你 还没绕一圈时间就到 你懂 因为我们的绕佛时间是15分钟 因为要安排念佛 终究念佛妻的重点在静坐念佛 因为静坐念佛是理论上最好的时候 是这样 我刚刚说人数少的话 绕一圈 好歹绕一圈或者两圈归位还有时间 但我们要把时间挪出来多静坐念佛 多训练这样的话 那我们会压缩绕佛的时间 那所以人要这么些人 其实人这样已经不少人了 这样子如果用慢念佛的 可能那个维挪还没带完半圈 时间15分都到了 所以也没办法 所以有这个因缘 我们没有这样做 其实那是一个很好的修行 OK 那这样了解了之后 那你就知道 这绕佛的距离 还有速度 还有你去上厕所 在拜佛的时候 因为拜佛的时候 理论上说 跟别人的那个前后关系 是比较没有那个问题的 你就在人家站起来的时候 你从侧面出去 去上个厕所 这是OK 不过当然呢 还是有人怪怪的 他在让佛的时候 他才会想要上厕所 那好了好了 没关系啦 那就让你去 要不然怎么办 对不对 我们尽量调整在拜佛的时候去 那喝茶也是 因为我们这种佛妻 中间没有休息 是这样子的 像比如我们现在讲开释 也没有休息 8点15分一开始 一路都到初中餐去 你知道这样 这是为什么吗 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 燦工也是这样做 我跟他学嘛 他中间没休息 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 第二个理由就是 中间没休息 也就是我看着你 你一直在殿堂当中 对不对 那有什么好处 你就不会去散心扎话 没有错啦 你可以去上厕所 那上厕所是零零落落 各自去嘛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基本上应该是 正常状态 应该你们不会相约 到厕所去聊天吧 是这样 你又来了 安静 你何必讲这些话 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必要嘛 是不是 还是你们两个眼神交换一下说 走 上厕所 有需要这样吗 这也是讲话你知道吗 不说话 做意的讲话 这也不要 所以呢 佛际当中上厕所也不用相约 各自去 生死个人了 小便个人了 你不要在那边相约 这样就不会遇到厕所里头 一起来讲话去 而且不会塞车 你懂吗 常常到很多女众的地方 很可怜啊 站在那一堆女众站在那 男众已经不知道走几个人了 女众还站在那 你要知道 你去上厕所外面有人等 蛮有压力的 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子啊 所以说各自有姻缘去上厕所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我们 我们中间不休息呢 就让你怎么样 功夫可以相续 好那第三个理由是怎样 我没有设定纠察 我施工啊 主云老法师 他那个是 冲五十分钟休息十分 冲五十分钟休息十分 主云老法师的佛气是这样子 我没记错是五十分一字相 当然他有他的道理 他有他的道理 让你休息一下 缓一下子 好那再来用功 但问题是不一样啊 他那个绕佛快 他那个念佛也一直快 然后在静坐念佛的时间短 相对短 相对短一些 他那个念佛是很激烈的 阿弥陀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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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这样子唸的 是这样子 啊唱功那就比较慢一点 阿弥陀哦 现在我们这都女器有了 打地中的也是有年纪的 你要这样抄 会抄家 它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它那个鹿鱼又敲到都快破掉一样 它那个敲鹿鱼的锤子是什么 是疼做的 会打动你听有吗 堂皇子 以前我也是练这 我练两种都练了 参公这个我也练 我更早练这 后来我清凉寺 我在清凉寺出家 很少这样打佛气 他那叫精进佛气 就是这样打 所以他那比较抽 然后呢 这个十分钟下来 我施工是要求怎样 这十分钟你还不能随便去尿尿 你干嘛 你还回来拜佛 他要求精进佛气一天拜 一千拜 你说一千拜多 错 一千拜是底数 基本数 你知道吗 没有人敢拜一千拜的啦 每次我施工够狠 他都会公告 公告什么 公告拜多少拜 我告诉你 随便就是两千拜 你要是真的一千 你真的是会自残行贿 很丢脸 想要挖地洞 埋进去 很恐怖呢 你知道 一天九支箱 中间每一支箱 休息十分钟 居然当中 还一天还要你拜一千拜 过五不时受八观再戒 是这样 所以当年他这样推出的时候呢 星云大师就念他 他们俩同参到尾 你会搞死人啊 晚上不给人家吃 还叫人家拜一千拜 他刚开始拜五百 后来发现五百五十五三 很多人都达到效果 他就开始加到七百 又不行 后来直接底数 就是一千 但是他那个休息的时候呢 你也没得 你也没得怎样 为什么呢 他都会派什么呢 派纠察 我施工那个纠察 是凶悍的 非常凶悍会骂人啊 都是居士哦 拿着鸡毛当令件这样的 都是居士 后来我想想不对 我不喜欢这样 我不敢这样做 我施工当时没有道场嘛 没有道场 他剔度的弟子也没有住在一起 所以他只要靠居士 没有办法 那居士后来就怎么样 去做那个师父做的事 就越共越派 你要从好的方面想嘛 他就是严格 从不好的方面想嘛 慢心 是这样 你别别都记事 让你妈这样 大家有这样的 肌肉不好 肌肉质 就不好 后来就常常有人为怨言载道 这也没办法 当时我施工的姻缘这样 后来我在想 算了啦 我们没我施工那个德 就不要做那个事了 再来道场人也不多 再来我们的男众道场 男众道场 你跑到女众那里去骂人 也不可能 是不是这样子啊 有当年是这样子 男众女众夫妻的 他会在厕所等你 时间太久了 他在念你 怎么还没出来啊 这样这样 后告派 说好也真的是好啦 他帮助你修行 但我们现在没有这种配置 所以呢 我们用燦工那个方法 一路到底 懂吗 一路到底 所以有各种原因 我们的佛妻 做成这个样子 他都有他的理由的 希望大家好好好的用功 好不好 那么时间是这样子了 那等一下 我们就过堂吃饭了 过堂呢 要说要学一下那些道理 多少看一下 那YouTube上面 你就 你就 Key那个 申谐林 申谐林频道 里头再搜寻 过堂用哉 网路上面很多过堂用哉的 他教法可能跟我们不一样 你会学错 所以你要跟我们学的一样 所以要看我们这里教的 没有说一定要怎样 有时候有点小差别 会啦 但是我基本上我教的那个是 我们当年借常这样做的 是这样 好不好 那就这样 我们现在回向 参观回向 我们准备在念佛进哉堂